台灣補釣船全家福號 星期四上午 駛到距離釣魚島24海里範圍時 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八艘公務船攔截 全家福號在台灣海巡署駕多艘艦掩護下 和日方艦隻追逐 海巡署在船上廣播要求日方離開 直到大約中午時份 全家福號接返新北時駕深澳漁港 台灣補釣人士是在星期四凌晨 聖楚全家福號由深澳出發往釣魚島 船上載有7人 包括中華補釣協會 和世界華人補釣聯盟家成員 以及一名電視台記者 他們原本計劃登上釣魚島 將孖祖神像安放在島上供奉 但未能成功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金營報導